入了秋的北京气温真的不算高 特别是到了晚上 那凉风瑟瑟的就更加冷了 在这样的天气情况下 一场时尚盛宴举行了 考验女明星的时刻到了 因为在红毯上就是女明星的战场 穿什么样的衣服 哪怕天气再冷 在红毯上抢劲是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美丽动人这个说法是绝对有讲究的 这得消耗多少个暖宝王 为了美丽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但是总有这么几个 特立独行非常实诚的人 也不管边上有这么多台摄像机 就开始抱怨起来了 到底在抱怨什么呢 来看一下 范碧碧 佟丽娅 叶依倩 张丽 刘涛 王立坤 一众女星走上红毯 展现着各自的优雅 然而就在这样的场合 有那么几位实诚的女星 实在优雅不起来 瞧瞧秦岚和刚产后现身的英才儿 俩人怎么抱成了一团 镜头在这儿呢 女明星们真是不容易呀 瞧这两位都抖成这样了 自然也就顾不尽优雅了 面对记者一遍一遍的要求 硬彩儿终于爆发了 我跟你们拼了 刚从香港来 你知道吗 他以为北京是香港的拼 我今天为什么穿个肚兜 肚兜身呢 因为我刚生完 我要让大家知道我瘦了 所以我就跟你们拼了 他要表现他自己一直是辣妹 对 辣妈 辣妈 原来是想炫耀自己产后的身材 那就怪不得别人了 而另一位也因为动得瑟瑟发抖 没有好脾气的女星 便是妮妮 这边有人冷到牙杆颤抖 那边却有人幸福到心里暖洋洋 作为婚后的首次公开亮相 和洁自然带上了新婚老公 全程幸福满满 小鸟依人 就连问到生儿与女的事 也撒娇十足 这是今年吗 不知道呢 就是顺其自然是吗 对 做好准备 那你比较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我觉得还是男孩好 我比较喜欢女孩 你们俩一定不同意 不 因为我觉得有了男孩之后 我公主的地位依然不会倒 对 要生一个小群人出来 那就不行了 结婚的腻外在一起 结婚一周年的也甜蜜不减 老公最近在微博上po了一张你们三手家的照片是吧 对 因为今天是我们结婚一年了 所以他不太善于从那个 就直接这么跟我表达 喜欢用一些比较间接的 比较腼腆的方式 虽然老公间接又腼腆 但是在老婆眼里那全是爱呀 当晚幸福的女人还不止这两位 张欣逸也大方地承认自己明年将铁定与男友杨树鹏大婚 有没有准备婚礼呢 婚礼有没有被提上日常 有 有 有准备 明年会请你们的 明年明年 已经订好日子了吗 日子还没订好 肯定是会有婚礼的 谢谢 谢谢 原来闲天地盛典冰火两重天采访报道